欢迎来到娱乐跑跑圈 2020年爱奇艺间教职业已经落幕 任佳伦在圣典里获得年度魅力演员奖 并且给予他不一样的受奖仪式 恭喜任佳伦 受奖仪式可以说是很特别 而任佳伦有了这不一半的待遇 任佳伦被带到一个屋子里 他以为要接受采访 殊不知被带过去之后只有自己在 随后进来了几个黑衣人 拿着紧身衣称为紧衣也是紧衣 并且用了八个字形容该衣服 贴夫 紧身 性感 纤维 任佳伦虽然很懵 但还是伸出了跃跃欲试的手 接下了紧身衣 好在工作人员没有开太久的玩笑 因为现场的氛围尴尬到脚趾扣地 任佳伦坐在那里局促不安 随后 黑衣人从身后拿出了这一次的奖杯 并且表示这是任佳伦的荣誉 任佳伦此刻仍处于懵的状态 也不知道该不该接 甚至在拿到之后还觉得不真实 反复确认是给自己的吗 任佳伦评价 这也太特别了吧 并且一直在傻笑 看得出来国超很开心 不过这些小插曲不影响后面的发言 感谢喜欢看我戏的朋友们 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们 感谢我的粉丝 感谢我的家人们 也感谢我的家人 然后感谢我的团队 虽然这是很真挚的感谢 但是原谅有的家人看着看着就笑了 国超后遗症太大 差点以为任佳伦要说一句 感谢CCTV 任佳伦今年经历了很多事情 也成长了很多 任佳伦已经算是一个很全面的艺人了 在发言的时候 他说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全面 让自己各方面都可以得到提高 将一个更优秀更强大的人佳伦展现给你们看 我希望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这是任佳伦的话 这不是说大话 而是对自己清晰的认知 任佳伦确实不会让大家失望 2020年 任佳伦给大家带来太多的惊喜 首先是锦衣之下的播出 陆大人让人难以忘怀 每次提起都有重看的欲望 后面要有秋缠和木白手 向其播出 每一部播出的电视剧 都有不错的成绩 一人牵面任佳伦 不是说说而已 每一个角色他都能驾驭 任佳伦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他会记录自己的每一件小事 哪怕是一句歌词 他都会难忘 2021年 他也有自己的憧憬 首先发一张专辑 紧接着 几部带播剧和带拍剧 都有可能在2021年播出 所以很期待2021年的到来 任佳伦本人期待 而佳伦们更加期待 能够听到自己喜欢的演员 说感谢自己 可以让他们高兴很久 一句感谢佳伦们 让多少人展开笑颜 爱是相互的 欣赏也是 佳伦们不会平白无故 喜欢任佳伦 正是因为他足够优秀 才有了庞大的团体 而佳伦们可以说是娱乐圈 一股清流 没有那么多纷争 只是专注自家事业 产出 投票 宣传等 他们行走在娱乐圈 但是又临驾于娱乐圈之上 如果粉丝都像佳伦们这样 会太平很多 说到最后 再次恭喜任佳伦获奖 他值得 2020年就快要过去了 期待2021年的到来 期待2021年的任佳伦